詞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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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裡是香港中環 很繁忙、很和平的中環 但是有人打算在這裡搞佔頂中環 企圖用違法抗議的行動去爭取保險 還有教師準備帶中學生來參加 幫忙出聲,不可以不出聲 馬英國教授,你怎樣看佔領中環 我本人反對佔領中環 言論集會來實在是我們的機構 不同場合,我們應該受到最佳 但是不必需要合法 與此同時,我們的下一代 他們的人生安全、永樂的優勢力 他們獨立的思考 也應對真正負責任、尊重 但是,現在有些教員也有大力的工作 都會參加典禮 沒有問題 我們堅決反對教育工作者 以培養獨立思考為例 以學生人身安全來未來為代價 去呼籲、引導、帶領、組織學生 參與涉及暴力、傷害、干犯人士 和破壞治安的政治做事 真正專業、理性、成熟的教育工作者 同時亦影響自己的事業、家庭、同事和機構負責 例如,假如有中學生參加了治病中環 他的教師要請問什麼呢? 首先,根據普通文是非故意侵犯法 學校和教師對未成年的學生有照顧責任 即是 due to your care 假若教師知道學生將會參與佔命中環 及有可能導致暴力傷害 或有違法連紀的活動 並造成損害 教育工作者若不加以阻止 指令學生的身體受到傷害 或是永久留有犯罪紀錄 對日後移民、外國出入境、就業僱容等前途有所影響 教師會為一條自身的疏忽 作出文是律上 那大座,除了剛才那一點之外 法律上,教師會有什麼要成功? 其次,根據文是故意侵犯法 即the law of intentional tort 教師若明知照領中環的時候 參與者不論性別年齡 都會可能被包圍、推動、推搭、淺踏、甚至被拘捕 而教師仍然在課堂上鼓動 甚至帶領學生參與行動 而動致學生肢體受傷或被捕、檢控、前途受影響 教師會被固意傷害 即intentional reflection of injury 並要作出文是負傷 如果中學生參與致命中環 而教師牽涉在內的話 教師人最嚴重的責任會到哪裡呢? 教育官場者但被證明疏忽 或故意侵犯而要作出文是律上 根據教育條例第279章第47條 教師極有可能會因為不稱職或專業失望 而被教育當中取消教師職業 最後我想說的是 學校和學校的管理層 也會因為受僱教師疏忽職守 或者受僱教師故意傷害 以要負上、文事責任和分擔負上 在法律上被稱為vicarious liability 如果我是家長 我的子女參加戰風行被警方拘捕 或是被受傷 那我作為家長可以做什麼呢? 如果學校的小孩 是因為佔中流行被人拘捕 那兩件事 一是刑事 刑事方面如果被警方拘捕 隨時會作出刑事的問題 如果是誠默的話 就會有不同程度的懲罰 甚至會有問題 第二家長在文字上 可不可以向學校、老師和教育方 追討的文字賠償 這就是我剛才所說的 老師到底有沒有疏忽 如果老師疏忽的 明知學生去佔中 上課這段時間佔中 而他沒有理會 有沒有學生的缺席 走去佔中的話 老師就疏忽 疏忽的時候 就有個文字責任 就要賠償 什麼叫做成 是疏忽 如果老師不斷鼓勵學生 明知佔中會被人拘捕 大家遲踏 警察來執行任務的時候 又可能有肢體衝撞 這些情況下 老師明知學生 會在肢體上受傷害 而還鼓勵他去佔中 在肢體上行動的時候 老師在這裏對作出不成 如果我的子女參加自命中學 出了事 我要追究法律制度的話 我要追究教師 那些校長 校長和校統會 會有些是教育部 應該是 應該是 學校 和學校管理層 再去到 看看哪個管理的學校 和直接負責那個老師 考慮會追討 這個特區政府的教育部 因為教育部可能有一個責任 去確保學校 要保障化身 安全 但通常這些年代 集合的動作就是這個 如果我是家長 教師 或者是校長 你會有什麼忠告給我 作為家長 我可以立即與校方 或者老師取得聯繫 而家長教師會 也應該討論對策 至於校方 我建議盡快諮詢法律議員 提早作出商業措施 以免學校和教師聲譽 和學生安全受到損害 如果各位有需要 進一步了解資料 和諮詢的話 幫黨出聲 願意提供業座 請盡快和我們聯繫 請盡快和諮詢 請盡快和諮詢 請盡快和諮詢